我跟你们说啊,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里梦到的世界呢,它变得一片空气 若为一个人都没有,整个世界都是空荡荡的 就好像来到了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醒来以后真的是一片孤寂 然后我就很自然的走到香水柜前 想找一只末日香气来安抚一下自己 这种香气给我的感觉它应该是积极向上的 略带一丝植物气,极度的富有生命力 一边吸口气,你闻到这个味道就能够重燃你的勇气 让你可以在逆境当中生存下来 然后我一眼就看到了这只白木与葡萄藤 正统的富奇香,富奇调的主要香材呢 是薰衣草、苔藓和香豆素 刚喷出来的感觉呢,是清冷的薰衣草和白木 没有丝毫的甜感,你可以瞬间感受到很清冷的植物气息 当时梦里啊,我身处在密林深处 我眼看着藤蔓从泥土里面钻出来 墨绿色的植物气息开始蔓延 藤蔓呢,它在不断的往上涨 在悄无声息的世界里面 绿林中的万物开始复苏 整个香气是深邃而浓郁,富有张力的 这不就是当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的味道吗 白木与葡萄藤在祖马龙的满香里面 也算是比较出彩的一只了 然后第二只我选到的就是这只 MDCI之香的巴比尔滩角 刚喷出来是青色当中带有一点点微甜的菊香 慢慢的会带你步入薰衣草的田地 刚刚下过一场青盆大雨 边上还种着果树 各种果子的香气夹杂着透凉的雨水 这个田园丰富的香气呢 会让整个人放松不少 第三只是菲拉格木的 非常鲜沉 刚喷出来是清甜的香柠檬 带有青酸的橘子皮和熟尾草的草木感会比较重 一丝丝的凉意 到中尾掉的香气才开始慢慢沉稳下来 整个香感就是活泼的阳光的 特别的意大利史浪漫的福奇香 黑腔朱利亦的一姐 这是一种很清新的柑橘香和苹果果香 在微热的生姜当中呢 会夹杂着龙血香蜜 整个香型呢 它是非常有现代感的 是中性的线性体香 带有果味的福奇调 嗅觉印象师的闪回 你在闪回里面能够感受到的是 清凉微苦的大黄 水热而多汁的葡萄 所呈现出来的是偏小清新风格的柑橘香 闻到这个气息你心里会很开心 真的是一场奇幻的梦境 让我吓出一身冷海 幸好我有这些香水来救命